附近旁邊 差距有差距有 這兩排有個天書穴 住幾兩排叫天書 天書下面吸水道 也就是說 你們只要敲一個月 你們不會有大便問題 小便問題 明白 明白 然後呢 為什麼會有結腸 結腸岩 橫結腸在這邊 我們一般大腸海台灣 對 那大腸海的問題就是 橫結腸它有個皺褶 下不去了 所以你敲帶賣 你會把 升結腸 降結腸全部敲鬆 正常的人應該是有凹的 你們都是捧的 你們都是碰起來 應該是凹的 他就表示沒有豎變 人家明白 這樣 你敲它整個經路通了 上下就起來了 上下就變轉圈了 是時鐘的圈 這是第一個 這樣會嗎 我們中午才吃法 現在就是敲烤 你們不要吃飯了 怎麼時間敲 應該是早上敲 空腹的時間敲 對啊 你們現在敲的話 你大概敲 我現在只是教你們保養 只是教你們保養 因為你們要健康 也不可以幫助別人 對 那我只是喘利 坐下 剛剛他講什麼時間敲 是說來了順便教你們 我已經來了就順便教你們兩個方法 你們如果你們不要教客人 要不然你生意都不用做 這樣 開玩笑的 還有一個地方是 這個地方是枕骨 這邊是枕骨 枕骨下面是肉對不對 枕骨上面是筋 一樣你早上如果願意敲五百下 晚上敲五百下 你們也不會有腳的問題 好嗎 怎麼敲 怎麼敲 這邊 不是這裡 是這裡 也就是說 只要這兩個動作 你們一天花差不多 二十分鐘的時間 做這兩個動作 身體就要好到不行 好嗎 好 還有什麼問題 有沒有什麼治病的問題 我們下個月再來 每天要練習 脹氣 脹氣要孵哪裡 脹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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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跟你們講 因果 什麼叫因果 脹氣肚子在這邊 他是果 脹氣是果 脹氣是果 對不對 他的意思是這裡 這樣明白嗎 對 一個人只要脹氣了 這邊脹氣了 後面一定經說 那你就說這邊相對應的後面 趴下來 你把它點 點脊椎 這脊椎 為什麼會有脊間盤突出 脊間盤突出是因為 脊椎跟脊椎中間有一個軟骨 對 那久而久之他就沒了 就 脹氣了 那大腦會有一個機制 你一定要趕快 剩住一個東西來 那個機制是人體的反應機 所以就會長出 也叫做骨刺 人不會長骨刺來 瑜伽會長刺來 那個就是 那個就是錯的 那問題是這條脊椎不好的原因 是因為 旁邊的這個筋縮了 聽懂嗎 縮了 縮到位屈的時候呢 你就會已經脹氣了 這樣明白嗎 因為他說了之後 經若來講 經就像山 若就是水了 那就是放山 就是你經 崩掉了 緊了 縮了 所以就縮緊之後 血就過不去了 然後你前面裹就出來了 所以要治療位的 就必須要兩個動作了 第一個 你在後面這旁邊 找出痛點 把它揉鬆 揉鬆之後呢 你精油敷上去 包起來 十分鐘 換過來 再敷前面的 我把這拿幾次就好了 這樣抖啊 抖 抖喔 那個還有那個 子宮肌瘤的 子宮肌瘤 子宮肌瘤是八療嘛 因為一樣是八療啊 八療管很多 其實如果你們敲屁股的話 他也會改善 你看 屁眼上面這邊 到這裡 就是八療了 阿密巴掌 這一區域 就是以後之前 我們一般來講 扎針或愛咎 他一定是日老這裡 那後面呢 以後一點 他就會消了 那前面羅衛道的話是 因為他涵蓋太多東西了 就是說 你子宮肌瘤 那他涵蓋太多東西了 然後包括肝筋 大腿內側是肝筋 你就可以讓他們刮肝筋 這樣刮 或是敲肝筋 不過一般來講 讓你們應該 天不應該當心理醫師啊 就是 就是說 只要長走子宮肌瘤的人 感情是好不了的 叫他放下就好 你們如果順便會講這個罪 因為一般長子宮肌瘤是恨 恨 然後回去出現他們長子宮肌瘤 驕傲的人 他會乳腺增生 聽懂嗎 驕傲的人 他氣會往上 所以你看到乳腺增生的人 都是 那一種 那一種 那一種的 那如果回去出現 喜歡鋪著他 就像子宮肌瘤 這樣懂嗎 謝謝 這樣知道 乳腺增生是不是癌症 蛤 乳腺增生就是癌症嗎 乳腺增生是最簡單的 乳腺增生 相信我 乳腺增生是最簡單治療的 一樣從背後治療 你把背後掛出一片沙 心被蛆 我曾經治療一個乳腺增生的 就是叫土癌 中醫沒有癌這個名詞 他有累利 有腫瘤 可是你們知道在那個 你們去買豬肉的時候 你知道 豬飯時都會把豬肉打開 他開始切 他會先切掉什麼 腫瘤 所以腫瘤不死人 腫瘤是因為西醫介入才死人的 這樣明白嗎 明白 本來 人體有一個機制 就會說 我身體的毒素沒有辦法排除了 所以我要長出一個包塊 然後呢 所有的毒素往這邊 往這個包塊 你應該要改善的是 生活習慣 你只習慣想法 想法 做法 然後就他慢慢 消掉 慢慢就消掉了 怎麼長大 他就會怎麼消 可是你把它切了 那我問你 他不是 你跑 所以他就是變癌 就變惡性 良性惡性 我們在 我們在家裡 會用垃圾桶包起來 垃圾桶包起來 那個也是腫瘤 你把它打開了 蚊蟲自生了 那就是癌 就這麼簡單 所以呢 你們要治療乳腺真身的問題 你不要從前面一直弄 這樣懂嗎 那從後面 那從後面 前面他就是自裹了 就是裹了 你要治癌 因為他後面已經冰封緊了 人不要生氣這一點很重要 一生氣全身發你了 生氣有發大害處 要開心就發熱 要開心就發熱 對 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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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肺炎 要開心的熱 現在心惡區你們都知道了 你們回去找圖 就是心惡區 心惡區 心惡區有兩種方法 先刮殺 刮殺 你可以用原口的杯子把它刮 刮一刮 殺出來了 然後你再上心流 我們一般來講 如果比較嚴重 就刺血拔罐 刺血拔罐 刺血拔罐 就消了 也就是說這個人 如果無見真真的 然後很痛 你刮完殺 你腹板經理 他就不痛了 我保證 這樣明白嗎 那既然可以不痛 就表示可以好了 不是如此嗎 他就會慢慢消了 可是你不能期待他 他馬上消下去 所以很多人有一個 很多人治病的 生病跟治病的觀念 跟那個負債的道理是一樣的 負了很多債一定是你 你累積很久 你才會負債啊 然後你就 每個人就期許 我要馬上翻吃 馬上翻吃 所以然後又去賭博 要去幹嘛 買樂透 然後又負債更多了 身體也是如此 那是要慢慢來的 所以你們在幫人家做的時候 要學習一個套路 慢慢來 你這次就要崇拜療程 這樣 懂我意思嗎 人家要的是什麼 人家要的是 人家要的不是兼優 病人要的絕對不是兼優 病人是要的是你的嘴巴幫他負責任 你夠有個子 病人就相信你 經理沒有那麼厲害 是你厲害 這樣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有的東西都是工具 挖煞是工具 經理不是工具 所有的東西都是工具 這些都是外力的 你自己本身最重要 你才是主角 還有沒有問題 那個背部 背部這邊 背部這邊 背部這邊這樣 背部 背部 背部有一點痛 以前穿上車以後 就是穿上車以後 後來吃 校園吃好 左邊啊 左邊到 不要跟你家裡的男人生氣 都不會痛了 你拍打右邊就好了 拍打右邊 對 輕輕的拍打 拍打右邊 拍打到他痛了 甚至刺殺了 左邊就消失了 應該是不便了 對 知道嗎 還有嗎 是